你所有最详细的银行 越大的银行 它越可能爆雷 接下来瑞士的瑞幸一定会完蛋 德意志 德州德意志银行一定会完蛋 因为它是跟着中共的 然后英国那几个大牛叉银行 一定也会完蛋 美国的银行完蛋多了去了 第一公共银行 一系列的倒闭 最重要是建立新中国联邦的 未来的一个国家金融技术 和国际金融技术 只有我们 所以我从去年到现在 一直告诉大家 只要是喜币能活过 上次数字货币大灾难 它就赢了 只要数字 富国银行 这百分之百完蛋 这个球银行 坏极了 BOA坏极了 一定会完蛋的 这个共产党勾结的银行 毁谈爆料革命的银行 你去想吧 一定会完蛋 还有兄弟姐妹们 当咱们喜币喜联储 挺过这场 金融危机以后 你能想的 你能想的 好处都有 你想不到有 汇丰肯定完蛋 大通也得完蛋 大通 汇丰 新加坡的那几个什么 DUB什么什么银行 全完蛋 全都得完 你能知道大银行 这些银行的基本全完